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我是黄春林 我本身目前担任马来西亚全球疫情风水病理学院的院长 我本身来讲也是台湾东方毅理哲学教育研究会的理事长 我本身毕业于中国天津南开大学的经济所硕士 我也是台湾博光大学未来所的硕士 我本身有30年的风水经验 我有出10本的书籍 今天很高兴的跟大家来分享姓名学 以八字风水 我们希望透过古老的智慧来协助 或者来让大家更知道老祖宗的智慧的伟大 我们都知道姓名两三字好坏一辈子 所以古人非常重视这个姓名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讲了一句话 这个四子千金不如胶子一亿 胶子一亿不如四子好名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好名好运来 所以假如说这个名字能够配合到先天的八字 看八字方面的话 假如能配合得到 那本身来讲就刚好先天跟后天两个配在一起 就非常完美了 所以八字钟有切金补金 八字钟缺水补水 八字钟缺火补火 用明子钟来补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是八字钟的婚姻感情 假如比较弱的话 我们从明子钟来补 或者是他的性格个性强 那我们就是说从这个明子钟来找一个个性比较柔的来做匹配 甚至于说八字钟所出现有灾结 那我们在姓名学中 我们都尽量用避灾数 像31话32话这种避灾数的话 能够让人生中能够逢凶化吉平安顺利 所以这个姓名非常重要 但是他一定要配合八字 假如离开了八字来取这个名字 其实他的意义就不大了 我们所谓的八字很重要 因为八字能够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的命运吉凶 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生中的蓝图 所以假如说你掌握你的这个八字 你就可以能够知命长运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一开始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姓名学方面要注意哪一些事情 通常第一件事情 姓名本身不可以跟长辈同姻 不可以跟长辈同姻同姻同志很重要的 第二个本身来讲这个不雅的字 不雅的那个我们尽量不要写 不雅的字读起来看起来都不雅的那种那种字会影响到我们的气印 还有比较难懂的 本人家讲看起来非常坚涩 难懂的 这样难懂的一个字我们尽量不要取 因为叫不出来 叫不出来的名字其实是对我们人际关系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 那再来就是说这个有一些字你是不能用的 那比如说像遥 顺 玉 西 还有圣人的圣 这样的名字是属于古圣先前的名字 我们尽量不要用这样的名字 然后再过来第五个 我们名字本身来讲我们尽量避免像枝梅双血 这样的一个比如寒冷的枝梅双血冰 这些名字我们都尽量少用 还有短暂的名字也不适合用 像短暂的就是彩虹的红 这个碗霞的霞 夕阳无限好指寂方霞 这个红霞都不适合 包括霓虹灯的霓也不能用 所以我们在名字上面 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减少这个名字的一个伤害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取一个名字 能够让这个望子成龙望里成凤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 这个名字的方面的一个要稍微注意的地方 我们尽量尽量记住不要跟长辈同名同姻 那这样的话就不会伤害到长辈了 也就不会磕到长辈 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开始来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说五帝钱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 这个是我的 我等一下赠送这个有言的人的 这个五帝钱 五帝钱本身来讲 他的用法很多 就是说五帝钱要经过开光 然后你在放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念一个咒语 然后帮忙他的这个能量增强 所以非常重要的 所以五帝奏五帝钱 五帝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家庆 这个五帝钱 好 所以五帝钱呢 本身来讲 要经过开光 五帝钱要经过开光 开光 开光 然后加持 很重要的 那到底用什么 用什么神的能量 他最强 答案是中路财神 赵公民 赵玄坛 中路财神 因为中路财神 中路财神 赵玄坛 玄坛征君 赵公民 他是同龄其他四路财神 所以东路 西路 南路 北路 都是他的部署 他是他的麾下 所以说我们请中路财神 来这个开光 对你的财 这个财运 有增加的作用 他是五路财神之手 手拿的九指 九节神边 非常强盛 所以 那五帝钱的作用是什么呢 他的作用 五帝钱的作用 他能够招财 也能够化煞 那怎么样的招财 化煞呢 五帝钱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第一件事情 第一个 他本身来讲 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这五帝钱 我们需要 大家 帮我分享出去 分享最多群的 分享出去 我们就会送你 这个五帝钱 我们是用送的 送的方式 送的 来 好 那五帝钱本身来讲 他具有这个招财化煞的作用 但是首先一定要开光 一定要加持 而且神最好是 为中路财神 最好 因为他统领 其他四路财神 我们称为叫做五路财神 我们做生意 我们这个投资 都需要五方的财神来帮忙 让我们财言广尽 五无四海的财 所以说 第一个 他可以招财 所以你把这个五帝钱 把它挂在门 就第一个 把它挂在门口 挂在你的大门 能够招财 好 这是第一个重点 这个是招财 第二个 假如说你跟你的孩子 两个是门对门 那就换在洞门上 就是门 门对着门 这个古代称为叫做斗门煞 这个要注意斗门煞本身来讲 要怎么解呢 就是五帝钱来解 那五帝钱怎么样解他呢 很简单 五帝钱的解法是这样解法 你看 不是挂着了 五帝钱一下打开来 就是说 你孩子的门要进去之前 这个门 然后我们把五帝钱把它放在这边 第一个就是顺治 第二个就是雍正 第三个乾隆 孙治 抱歉了 康熙 康熙 这个雍正 乾隆 家庆 就是清朝最旺盛的时代 所以说顺治头朝上 康熙朝上 雍正朝上 乾隆朝上 家庆朝上 这样的五帝钱 然后跟你父母亲的门相对 这样的话就没有关系了 因为五帝钱具有保护作用 他本身就去保护孩子 所以有时候大门跟大人的房间 跟小孩子的房间 两个相冲的时候 那小孩子通常可能不听话 可能身体差 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有的用门帘来遮 那是有效果的 但是假如说你在家五帝钱 会更好 让他冲击性更小 更能保护孩子的房间 这是我们讲说化解窦门上 第三个化解开口煞 什么叫开口煞 就是我们公益门 我们公益的门 这门一打开 就见到那个电梯的口 电梯一开一关 把我们的财整个带走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怎样 会让我们的财路变差 身体也变差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五帝钱来保护 五帝钱来保护他 这个是化解楼梯的开口煞 让我们能够身体健康 能够保护我们 让财不至于流失 第四个就是说 公益的时候 灵机跟灵机的门两个相对 那有的人就是说用八挂镜 可是八挂镜会伤害到对方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样到时候有没有 灵机稍微有受伤 我们也是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怎样 既能够保护大家不会伤而气 又能够招财进保 那就是用五帝钱 把它挂在门口 门口这样把它贴着 顺治康熙用正乾隆家庭 跟孩子的房间一样 这样的话有没有 就避免两户人家的这个门对门 变成斗门 刚刚是房间对房间的窦门 都用五帝钱都有效 有效就非常注意的 再过来有没有 再过来我们办公室 或者我们客家居家要招财 居家或者办公室要招财 那居家办公室怎么样招财呢 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它的招财方式是这样子的 各位你看一下 我们假如说 我们刚刚讲说是挂一串 挂在这个 挂在这个门口的那个门把那边 它就能够招财了吗 对 可是还有一种招财效果更好的 你看 我今天一个大门进来 我的门在这进来 这是我的客厅 客厅在这里 那我本身来讲 我就把五帝钱放哪里 放在这里 好 顺字 顺时针 一定要顺时针 顺字 康熙 注意喔 这是乾隆 嘉庆 雍正 放在这个地方 而且字头 字头要朝内 记得 或者朝中间 都可以 你要朝内 朝中间 都行 中间这一颗 一定要庸正 不要弄错了 这样子 你放到这样的话 它就具备有招财的效果 这个客厅 只要变成办公室 同理 一样的 就是用这样一个 用五角方式 来招财 但是先解条件 你的五帝钱 一定要经过开光 才具备有招财的效果 假如你是外面买一个 只是买的 那是一个义品 义品不具备有 这个招财 或者是说化煞的效果 就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接着再来就是 第五个 就是拱门 拱门 我们知道拱门很好看的 拱门 它可以化解拱门煞 拱门煞怎么样呢 拱门怎样呢 就是半年型的 你看半年型的 这样子 所以你的房子 有没有 你的房子 假如有半年型的 这个门 进客厅 或者进神明厅之前 这个门 有点拱状的 我们称为这叫拱门 所以拱门会露财的 拱门会使亲情淡薄的 拱门会对婚姻感情有杀伤力的 所以说这时候怎么化解呢 这怎么化解呢 就是什么 我们就要 我们就用 两串五帝钳 串在这里 两串放在这里 开过光五帝钳 挂上去的时候要念五帝咒 五帝咒 五帝有五帝的咒语 这个 这是拱门 拱门会形成一种煞气 这个样的破解 那拱门煞脚不破解的话怎么样 它就会产生刚刚讲的亲情淡薄 即将要结婚的男女 会有感情上的一个不顺 挫折 还有肉财 这个要特别注意的 所以那你假如说我把它封起来 我看不到 我哪不能遮起来 或者这样还是在 只是减轻 它仍然是在的 所以说拱门 拱门打掉 因为很漂亮 是不是很可惜呢 就很重要 所以说我们把拱门煞给它破解掉 就轻易这样把它破解掉 再过来第六个 可以化解泄气煞 泄气煞 就是说 什么叫泄气煞 就是一门 这个门啊 一下来 这个楼梯 这个就是楼梯 因为一出门就建梯 不管是房间 里面的二楼 要下一楼的时候 突然出门就建梯 这个叫做泄气煞 这个泄气煞 这个泄气煞呢 要用什么呢 用五地钱 一样 但是它要放在门槛 它不可以放在门楣 门槛 就是它的那个地上 但是要盖起来 要盖起来 一样的 第一例一定是顺制 顺制 顺制头要朝 顺制头 顺制头要朝内 它才会聚裁 我看过不少的 它的顺制头是朝外 结果本来要阻止漏裁 结果它 他们被门没有作用 非常可惜 所以顺制 康熙 庸正乾隆家庆 放在门槛 那个地方 就阻止它 泄气 泄财掉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非常好的方法 所以说 有时候招财 假如说没有泄气 你把这个五地钱 把它放在这个门口 然后用这个地毯把它盖起来 不可以直接采到的 对它不礼貌的 所以一定要盖起来 然后你再走进去 你会发现 这个财神非常健库你 所以说是一个招财敬保 所以我今天 我们就把这个 我们会把这个开光的 这个五地钱 还有那个咒语 我们送给有言的人 公开分享 最多的 最多群的两位 我们一定会送到 五地钱出去 这个 所以上个礼拜 得奖的是 这两位 这两位幸运得主 我们包邮 帮你送到这个 送到你府上去 所以说这两位 是得奖的名单 恭喜这两位 好 这个是 我们再继续 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继续看我们的 这个名字部分 我们名字部分 我们希望说 有缘的 来 来 希望有机会 中五地钱 五地钱的中路财神 长的什么样子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是我们的中路财神 中路财神 这是中路财神造公民 用他的能量神力 来 增强他的一个造财作用 所以说这个是开过光的五地钱 这是开过光的五地钱 给大家参考一下 希望 这个 帮我公开 分享出去 我分享最多情的 两位 我们送五地钱 那假如说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办法区分的话 我们多送一组是没有问题的 或者多送两组也没有问题 只是说 希望 就是说我们的朋友 把我公开分享出去 那现在呢 我们一样的 我们一样的 就是说 请各位朋友 帮我按赞 这个朋友 帮我按赞 然后在我们主页里面 这个就是说 分享 那 请你把你的这个 这个名字 性别 出生年日 告诉我 然后再加上 你分享 那我就 帮你批算 这个我们的助理 看到了 会不会 就是直接 就是说 直接 把你的这个名字 拿给我 就直接批算了 所以请大家 把我分享出去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有这个机缘 这个 来看自己的名字 跟自己的八字 以及这个风水的分享 希望老祖龙的智慧 能够帮得上忙 OK 好 那我们 我们来继续 来看一下我们新的朋友们 好来 我们看一下这位 这位朋友是 叶宝珠 看一下 这个叶 叶宝珠 这个简底字 跟反底字 是一样的 没有 没有关系 效果是一样的 可是笔画数 我们一定要照 这个 康熙字典的笔画数 这个猪 这个猪 这个猪草字头算六画 所以它是十二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姓名的笔画数 我们把它加起来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1977年9月25号 所以这个叶小姐是丁氏 己有 己有 好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八字 我们把它稍微 把它写起来 来 那个名字把它写起来 我们叫三十五 第一格加起来 是三十二画 总格加起来 四十七画 再来 外格加起来 是十三 好 这个名字 蛮不错的 这个蛮子的名字 本身的笔画数 都是极的 我们讲过 姓名选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这个天格 地格 人格 外格 总格 基本上都要是极的 极数的才可以 这个都极数的 所以它基本上 已经具备了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就是说 这个名字 有财格 有财格 那圣孝 因为是蛇 蛇 用宝贝的宝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什么 它是大洞穴 大洞穴里面的 王是没有关系 背是龙 所以说蛇见龙生格 所以这个宝 并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 这个猪 这个猪是草字头 蛇在草原中走 没有问题 这个猪是胃 胃是羊 羊跟蛇是三 三会 所以说这个名字 在生肖学里面 也没有问题 然后在笔画树上面 也没有问题 都是急的 但是这个地方 就是为家庭牺牲付出 所以说这个 这个叶小姐 本身要为家庭付出 因为32号去克 克这个人格35 不过没关系 为家庭付出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名字是一个好的名字 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这个八字里面 它本身来讲 它就比较欠缺的就是 少了一个火的力量 所以我们希望叶宝珠 叶小姐 最好能够多穿红色 粉红色系列的衣服 能够增加你的这个 增加你本身的一个磁场能量 这是非常好的 所以喜欢红色紫色 就是你的喜用神 包括这个绿色的也是 好 这个名字是好名字 就不用 第一个就好的开始 很好的 很好 非常好 好 接着 接下来 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说 在这个名字上面 就是说你帮我分享出去之后 你记得一定要性别 名字 出生的一个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好 这 所以 所以我们在还没有 还没有新的名字来的之前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个 就是罗盘 来 好 各位 这个是 这是我 这个 自己的创作罗盘 这个罗盘 本身就是 就是配合的 就是我们讲说 它是各家各派 包括八宅明镜 九星菲伯 三言三合 这个 的一个 这个 各家各派的秘诀 包括全宅火爆 包括全宅飞心 都在里面的 就是说 这个罗盘本身来讲 就是说 拿到之后 其实你假如学过的话 就非常好用 因为把它所有的秘诀 都在里面 都在里面 非常棒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 叫张翠恒先生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张翠恒先生 张十一画 这个翠 这个翠 翠恒 张慧 这个是元 张翠元先生 十画 好 1967年1月17号 所以 因为它没购二月四号 所以比母 新丑 先世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总格三出五画 好 这个笔画书都是不错的 都是急的 没有修 它都是急的 可是这个名字 好不好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事实上这个名字本身来讲 这个马 它是活马 所以马 喜欢草 所以说人际关系 应该不差 所以说这人际关系 OK的 好的 没有问题 这个 假如说这个圆 这个字 一个木 因为木 马喜欢在树下休息 或者木生活 所以说财 财库 还不错 那个 赚钱 赚钱的能力 也好 但这个平年跟日 都没有关系 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翠有点问题 这个清脆的翠里面 它足有两个人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马 马逢两人 马逢两人是不忠 所以说这个婚姻上要小心 婚姻不忠的意思 告诉你说 婚姻上面会有什么 危机 所以说这个张先生 你要注意 张小姐你要注意 就是说 你这个 这个 这个婚姻上面 有没有两个人 还有包括朋友方面的 一个背叛 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位置 这个是 环 是吗 对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来就是说 因为你五行里面是木 木克土 但是火又生土 所以说基本上 就是说 长辈的关系不够强 不够强 但是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说 这个名字的财不够 财不足 所以你会发现 张小姐你的财库 基本上比较弱一点 所以说赚的钱 大概是领薪水能的财 不够强 所以但是没有关系 假如说你不贪心 就没有问题 假如说你没有 你没有说投机啊 没有去赌啊 没有一下子要砸大投资的赚钱 那就没有关系 稳稳的赚就好了 所以说财路比较弱一点点 这个要注意 朋友的背叛 跟你这个婚姻感情上面 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因为你是性命的人 性命的人都把怀恼放在前面 就是说性命的人本身来讲 他本身就是说 是蛮有气质的 然后说话技巧蛮不错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 可能常常会为钱怀恼 这个你要稍微注意 那你的五行里面缺木 木 所以说你 事实上你可以从事 木方面的生意 比如说做公教人员啊 或者是做设计师啊 或者是说做医生 中医师 医药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好 好 这个是告诉你 这个名字的这个一个作用 好 所以中间的区 差一点点 好 请各位朋友把我分享出去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好 这个 来好 来这个分享 然后知道我们直播 希望好 由于你的分享 好 让我们这个 我们本身来讲 好 有更多的朋友知道 好 那你的名字 你的朋友的名字 好 跟他出生 出生年月日 以及好 这个叫做 这个 性别 都可以告诉我们 然后马上好 来跟大家做分享 好 我们先接下下一个 我们是戴先生 戴 来 我们看戴 18话 折 折是 折是17 这个 玉 好 是2013年的 4月14号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葵氏 属蛇的 丙臣 庚序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戴先生 你要注意一下 你本身在讲 你的八字形成什么 其实什么叫 陈虚充 你知道吗 你第一个 你这个财库 你财库被充掉了 所以说你要养成 存钱的习惯 理财的习惯 这非常重要 存钱理财 非常重要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 因为陈虚的充 本身 叫做 这两个的充 本身来讲 要注意官非 因为陈虚的充 要注意官非 所以说 违法事不可以做 要尽量要注意 去担保啊 文书啊 这个都要非常小心 假如说 你有这个 有那个问题的话 就要特别注意了 就是说尽量尽量 要稍微小心 再来就是说 这个 这个 这八字里面 缺了 缺缺了一个 就是木 所以说 这个五行里面 五行里面 的喜用神是木 所以木 是可以做公教人员 做老师 开补习班 或设计师 或者是医药方面的 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 当然你要做家居店 属木的 也可以 花店也可以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名字 但是名字好不好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名字来 这个是 因为带 带是十八 所以加起来 天格 四十九 人格 加起来二十五 三十五 这个地格 加起来 二十三 全部加起来 四十一 所以说 这个笔画数 也全部都集 并没有凶 好 可是呢 它的名字里面 有没有什么缺点呢 因为它的五行是相生的 你看 火生土 土生经 土啊 这个土克水 这个水 这个有点克大 但是啊 但是它是阴阳之克 还好 那重点是这个蛇啊 这个水蛇啊 是怕这个 这个水的 因为怎么呢 因为蛇啊 蛇的五行属火 所以我相克 所以说这个婚姻上 要非常小心 这个婚姻上 有破掉的现象 所以在婚姻的显摘上面 在交女性朋友画面 这个代先生可能就要他有注意下了 这婚姻很容易破掉 因为这个蛇 第二件事情 这个名字很容易换小人 所以说 防人之心不可无 所以说交朋友画面 要谨慎小心 要蛇有 要注意蛇有的问题 有值有量有多文好 就是告诉你说 名字我们接下来注意 这个蛇用宇宙的语 并没有问题 所以说他的事业 学业 这个基本上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是大洞穴 这个是语 是自我 所以没有什么问题 蛇跟蛇可以在一起的 所以说代表说 在性命学用这个语的话 对于财啊 或者对事业学业啊 其实他有正面的帮助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问题是出在有没有 出在这个 这个哲有问题 还有就是说 这个有没有 这个是吐克水 基本上代哲语的 个性上会比较强一点 这个稍微要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那你的本身是这样 这个 就是说 命局中没有偏财 命局中没有偏财 同样的当然 把这暗藏起来的财 太弱了 那代表什么事呢 代表说 这个代哲语 将来喔 就是说 因缘方面的比较迟 因缘比较迟的情况之下 或者是说 因缘比较不顺的时候 所以说在这个感情上面 可能要用点心 用点心 最好是晚婚 因为呼气功破掉了 呼气功破掉了 要晚婚最好 这个选择女朋友方面 真的一定要好好的 好好去处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跟爸爸的关系 一定要好好的 这个就是说 珍惜 所以说 这个命格跟父亲的言不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后天的孝顺 后天的亲子关系来改善 这样就很美了 但是这个哲 建议要小心 因为他有患小人 跟什么呢 跟婚姻感情有破 这一点 跟命格是相同的 所以说要非常小心喔 OK 我们继续 我们再来看 来喔 所以我们分享的朋友 我们就赶快跟大家 赶快做一个这个 批算 来看一下喜灵 喜灵琴喔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喜灵琴喔 是1974年的11月1号 所以说是甲隐 甲隐喔 这个甲虚 甲虚丙武 好 这个许玲琴喔 许小姐你要注意一下喔 因为你的八字中下面是喔 这个是你的夫妻公司带劫财 所以说你这个喔 要小心喔 你的钱经常会漏 要很注意一下 而且喔 这个 这告诉你 云武虚啊 三合 三合火 所以你的火太强 火太强 所以你的 所以说你因为你日做劫财 喔 日做劫财 所以说你钱很容易流失掉 你要注意一下 劫财的话 对婚姻也有杀伤力 所以说 所以在婚姻感情上面 你要非常注意 同时喔 你的五行里面 你喜欢喔 你喜欢金 喜欢水 你最 你最不喜欢木跟火 所以说喔 这个北马 你可以去画展喔 就北马 或者是我们讲说 你多穿白色 藍黑色的衣服 对你有利 喔 那这个名字取得不好 喔 为什么这个名字不好呢 喔 第一个有没有 喔 这老虎喔 不喜欢这个金这个字 因为老虎的五行是属木 属木 喔 所以他变成什么呢 喔 就是金克木 喔 所以说喔 这个老师喔 这个要注意有利益冲突的时候 就很容易吃亏 我们说我叫他换小人 第二个 朋友没什么帮助力 就要靠自己努力 朋友的助力喔 助力方面比较差 但是呢 有利益的时候 可能到达你一把 所以说你要注意一下 喔 这个婚姻关系可以 因为老虎喜欢利 老虎喜欢当王 喔 这个都可以 这个是皇子 金这个皇子 所以对老虎来讲 都没有问题 所以 所以他生效学里面 就是这个不好 喔 有瑕疵 这个最影响到什么呢 换小人跟 朋友的助力比较差 喔 有利益冲突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吃亏 好 那重点在哪里呢 这个名字整体来讲 比划数好不好叻 喔 当然 这个整体的比划数 也一样是喔 是凶的 喔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他的地格26化本身就凶了 地格26化本身并不好 喔 虽然他的什么 他的总格啊 啊 总格是急的 但是呢 外格依然是凶 因为外格的 十四化是代表 血光意外 所以说 这个 喜琳琴喜小姐要注意一下 这个琴容易紧张 或者容易有情绪 所以说你要很很淡定 你要注意一下 用这个琴喔 因为琴是给他谈的 所以比较容易有紧张 或者比较情绪 这点要稍微注意 可是呢 这个有交通意外 血光 所以他琴不可以放在第三个字 第三个字就是交通血光的 所以出外 要注意安全 要注意喔 当然我们讲说 你去捐血啦 点灯啦 保保险啦 这些都能够改善的 包括行善积德 那 这个是你的婚姻感情 会有挫伤 所以说26化这个数 并不好 所以代表你的付出 对方 配偶不见得会感恩 或者配偶不见得 就是说 他会领悟到 你对他的一个真心真爱 所以说这个名字 并不是 这个名字的地格是胸 所以说 会影响到亲情这一块 亲情这一块 所以说你的 你的亲友 比较没有什么助力 所以说这个名字 稍微小心 所以这个是婚姻上面的问题 还有这个交通意外 要非常注意喔 好 我们看下一个 所以 就是说我再可以强调一下 假如说能够公开分享的 就是说最多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送你 你这个开过光的五地钱 我刚讲过这个五地钱 是经过中路财神的加持 跟开光 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对你的招财 化煞 很好的帮助 所以我们分给 分享给这个 就是说最多群的人 我们送两位这个五地钱 那假如说你本身是相同的 分享 一样的 我们加送 我们可以再加送了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 我们看一下真小强 这个先生 来 真 真是十二话 小强 这个强本身在讲 是十一话 因为它不是口 我们把它直接写成繁体字 这样子就不会比较错用 OK 1961年的9月21号 所以1961年当然是属牛 有了 行丑 丁佑 丁氏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来 我们看一下真小强 先生 今天已经58岁了 58岁 所以牛 你牛用小 可不可以 OK 因为小牛是给人家呵护的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给人家呵护的 这个 然后呢 这个墙呢 这是一条蛇 这翘翘休息 牛跟蛇呢 叫做三合 所以也不错 所以说小强对牛来讲 是OK的 好的 但是 你生效极对 可是你其他的笔画是五行 对不对呢 我们来看一下 来 我们看一下他天格人格外格 就知道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 我们看一下曾小强先生 所以我们发现 原来他的名字 有不好的地方 原来是这样 因为外格 外格变成12话 也是凶 那加起来 26话 也是凶 好可惜 这个名字 本身在生效学对 可是呢 可是呢 这个家庭运 还有自己做的钥匙 然后晚年你要小心 这个上26话本身是桃花 或者感情上面 没有那么顺 这个26话是针对你的感情 跟婚姻的问题 要特别注意 当然26话也是主的 叫做换小人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年龄 58 58岁 就是走到这个总隔运了 所以要非常小心 在朋友方面的交往的时候呢 就是说 再借给朋友钱啊 或者是跟朋友一起投资啊 这一些 或者担保啊 这些你要稍微小心一点 就是说看可不可以 要稍微谨慎一下 然后感情这个 你要加强 不然喔 这个感情上面 比较容易出状况 出问题 然后呢 这个要注意 外格有12话 危险的地方不要去 所以说 年纪大 要注意一下 安全第一 量力而为 危险喔 危险的危险 这个 12话有危险雪光的意思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包括 10 地格 14都是 然后注意喔 这个员工部署 比较得利喔 所以说你一路走来 都要靠自己努力啦 员工部署啊 其实是不得利的 这个第二个也是代表 家庭运喔 所以说在家庭上面 你要加强 尤其你看一下喔 你这个八字里面 你的金非常的旺 因为它是三合金 四有丑三合金 金非常的旺 旺 那这个 这个钉火没有根 所以说它本来非常旺 所以说要取什么 取木 所以说你的五行里面喔 洗木火 所以说你本身来讲喔 你都可以多吃红色火龙色的水果 包括火龙果 包括红苹果 这个包括喔 枸杞 红色的 都对你来讲 帮助蛮大的 当然是绿色蔬菜 你要多吃一点 因为你的五行喜欢木跟火 当然假如说你走到木火运 你当然你就走运了 就能够赚钱喔 或者能够啊 事业会很顺利喔 不过啊 因为啊 因为本身来讲 你这个名字本身来讲喔 有变凶的现象 所以说 会拉掉你的运势的成就喔 这个你要注意喔喔 OK 好 这个是喔 所以请大家朋友帮我分享喔 帮我在按里面 再按赞喔 然后分享出去 我们就好帮 帮你喔 这个批算喔 希望说喔 有更多的朋友 来这个 来这个 知道说自己的名字的吉凶跟八字 那让 让这个 老主动的智慧来告诉你说 到底你要注意什么事情 那你优点是什么喔 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黄子轩 我们看黄子轩小姐 这个十二话 这个子 这个轩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黄子轩小姐 这个十五话 这个十话 好 好 那是一九九七年的喔 三页十八 所以说是牛的 丁丑牛 丁丑 葵卯 好 这个是几位 好 好 我们看黄子轩小姐 你这个名字到底好不好呢 我们从 我们从笔画数来看 好 来 好 好 天格是十三 人格二十二 好 地格二十五 再加起来 好 这个加起来总格 好 三十七 外格十六 好 好 那这个名字到底怎样呢 好 我们先第一个 我们从他的笔画数来看 其实这个是凶的 凶的 因为啊 二十二话这个数啊 本身要注意感情的问题 所以说第一个 你的婚姻感情啊 你在交异性朋友的时候 你要非常小心 会 就在婚姻感情上面啊 比较会有挫折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去处理 感情的问题 不要 不要感情用事 所以啊 你一定要 你在交往之后 一定要注意他的 你们的 你们是不是 思想接近 或者是啊 很多东西可以聊得来 而且啊 有时候啊 学历也不要参加太多 当然最重要的 还是说啊 真的 你跟他在一起之后 他真的会照顾你 真的会爱你 这样的话 这样在一起才有这个意义 然后这个 人格二十二话 本身来讲 在财官上会比较弱 所以这个钱啊 赚不大 因为他是弱幕 所以他财官弱 他是一个 二十二话是属于幕 他是一个弱幕 所以说钱赚不多 但是女生啊 假如找到好的老公 其实他不一定要赚很多钱 只要把家庭照顾好 好就可以了 但是呢 他毕竟还是弱的 那第三个 身体比较虚一点 好 因为啊 这个是你1997年 刚好这个 身体会比较虚 所以你要注意 运动跟营养 来处理 好 那再过来啊 牛呢 牛用这个 用草可以 所以说这个 这个代表你的婚姻上面 其实还是属于顺的 不过因为你比划素凶 所以说 拉掉你的这个婚姻感情 所以说这个 这个子呢 这个子是什么呢 这个子其实就是更 更就是山 所以说牛在山上不行 所以你的人际关系不够强 所以你这一方面要加强 人际关系还是偏弱 所以你的知心朋友 其实不多的 人际关系弱 知心朋友的帮助力 其实是比较少的 比较弱的 这个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萱啊 这个草原对牛来讲没有问题 你又牛喜欢草 那这个是洞穴 大洞穴的太阳没有关系 大体上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伤害 所以基本上 应该是你人格 这个这样 这个这样二十二化 产生了一种 一种财观弱 所以说你有时候 你本身来讲 就是不能如意 那是跟你这个字有关系 那你这个 这个 这个本身来讲你要注意 因为 因为你本身来讲 你的格局中 你的攻击中 就是少了什么 少了关心 因为什么 因为关在这边 这个是气塞 这个关心没有透出来 所以说 这个告诉你说 你的八字里面 稍微已晚一点结婚 或者是放慢脚步 你会婚姻感情会比较好 这个是你的偏财心 其实你 其实这个 这个偏财是代表爸爸 所以说 爸爸其实对你有保护作用 爸爸其实跟你的缘分是很深的 所以说你多接近父亲 他对你来讲 是有很正面的帮助的 很正面的帮助 那你跟兄弟的缘分也有 只不过 因为你两个财心 是相克的 本来两个财是会理财的 但是丑跟未两个是对冲 所以代表说 你很容易漏财 所以说你理财上面 一定要加强 我们黄小姐 你理财后面一定要加强 那跟父亲之间的关系 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就是告诉你说 本身的现象 那我稍微介绍我一下 我本身有十本书籍 这是我的十本书籍 就是我的著作 在台湾各大书籍都买得到 有《紫微天机》 有《地理谢天机》 《揭开音乐宅生面目》 《三言三合地理经论》 《地理谢天机》 《阴阳宅谢天机》等 还有一本 小小一本 这当然还有八字 八字方面的 所以我把这个 这个在中国 很多人买到这本书 这是我出的书 叫做《三言三合地理君论》 这是在风水学的 龙山向水的 这个是 这个是《阴阳宅谢天机》 还是《阴宅造账》的 还是说这个 《住家风水办公室》的 这本书非常的好 《阴阳宅谢天机》 这个是在疫情书籍出版的 我的笔名叫《天机上人》 所以欢迎 台湾的朋友 可以到书局去买 一定买得到的 那马来西亚的朋友 可能到大众书局去买 他是有的 这个是我的姓名学的书 叫《天机派姓名学》 这个是我自己出版的书 给你参考一下 好 请各位朋友 帮我分享出去 好 那我今天来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风水 有关于风水方面的部分 我们讲到 厕所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洋宅山药 洋宅山药 是哪山药 就是说 门主罩 门 主后房 是我们睡觉的地方 没有错 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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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重要 因为厨房 代表你的地位 大门 是我们的那气口 这个主卧房 我们的床 主卧房 是我们睡觉的地方 相当重要 所以对 可是我今天讲的重点 还有一个次重要的 我们称为叫做厕所 卫生间 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 这个厕所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厕所放 因为它是一个臭的地方 所以说厕所 摆在文昌位 那叫做 乌损文昌 乌损文昌 那代表说 老式考试 老式不行 所以厕所 没有 记在哪里 记在宅文昌位 因为文昌是什么 文昌就是读书考试的地方 所以说 我们假如说 一间房子有一个读书位 读书考试 这个位置假如说 坐了厕所 那我告诉你 奇怪 就是孩子很努力在读 那一考试就出状况 很奇怪 就是读书考试 他的运气总是不是那么好 可是他很认真 就是因为你厕所 这个 刚好是在文昌位的位置 就是说 污损的文昌 污秽的文昌 污秽读书考试的地方 当然你要注意 文昌也是贵人 所以有时候 为什么说奇怪 我为什么都找不到贵人 要常常换小人 原来你的文昌位是做厕所 这个要注意 这个要注意 还有我们要注意 这个厕所不可以放哪里 记在宅的中心点 因为厕所在房子的 在房子的中心点的位置 在这里 在这里位置 宅在宅中心点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臭掉了 所以你会发现厂长会有一些 能够缓消灵 换官妃 小人 来 还有 还有就是说中间厕所 代表什么是 子宫 肠胃 都比较容易有问题 你的肠胃 或者腹部 包括你生的子宫 卵巢 这方面厂长有状况 就是因为厕所放在屋的中心点 但是在这里我要跟各位讲一个观念 很多人讲说不能在中心点 那这样子好不好 我在这个旁边的 这样的算不算中心点 这样算不算中心点 这样都不算中心点 要记住 这是中间的旁边 中间的旁边都不是中心点 中心点是在这个地方的中心点 所以要记住 假如说你今天去买一个公寓的 或者房子是比较大 这个别墅型的 那结果他的厕所在中心点 那你最好是不要买 因为以免你老师都换小人 老师在残位 妇科 老师出状况 这个要注意一下 所以厕所记在宅的中心点 这个要注意一下 第三个 第三个 就是进门的地方不可以是厕所 进门 进门的地方叫厕所 尤其是 有什么 有什么 进门的地方 假如是厕所 是这样的情况 来看 我们看一下 假如说 假如说大门在这里 大门在这里 好 那厕所 厕所就设在这个地方 厕所在这里 这样好不好 这样不行 这样的 这样的我的坐像 在我的前面是厕所 我的前途受影响了 所以说这个前途 堪忧 前途不顺 升迁不顺 事业不顺 因为我的正前方 不可以是厕所 离门太近不行 还有 他进门 厕所就在这边 厕所就在厕所就在这里 这样行不行不行 一进门就见到厕所 也是有问题 而且厕所要记住一下 厕所记在龙边 我们都知道 各位 假如说你去台湾庙宇 去看 假如你内籍想要去上厕所 你记住一下 就是面向 面向这个 这个什么 那我们庙的 这个他的右边 我们应该讲左边 因为这样的话 才怎么 才能知道说 这个因为龙边是怕臭 鼓是怕闹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 非常注意一下 所以我跟你讲 一间庙 再跟你讲一下 你参考一下 这个很重要的 庙是这样子 我们看一下 假如一间庙 假设我就画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就画一个庙 庙在这边 庙的大门口在这里 那他的龙边当然在这里 龙边在这里 这边当然是湖 所以你要怎么走呢 就记住 你厕所里 他大部分的厕所都会设在这里 因为为什么 因为龙是怕什么 怕臭 龙是代表贵人 代表尊贵 所以说他不可以受厕所把它臭掉 这是庙里面的要注意 那在这边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庙通常是这样子 庙通常我们在走进去的时候 都是走龙边进去 然后从湖边出来 是这样子的 正常是这样的 但是我看过 有一些庙里 他是走中间 走中间 其实中间是神走的 但是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习俗 来我们再看一下 所以我们要记住 厕所一定要记住 厕所一定要放在 就是这个 这个 虎边的位置 不可以放在龙边 所以我们在这个区块 可以什么 摆厕所 是对的 还有 我们在马来西亚这边 就是说 有一些设计 都非常很奇特 他什么 在中间的地方 他在中间的后面 就是设计一个厕所 这样好不好 这样不好 其实这个厕所 跟这边的 这边的发问池 在风水学里面 都称为叫做断龙煞 断龙煞 这断龙煞 会影响到宅主的运气 跟长子 这两个影响最深 长子 所以说非常要非常小心 非常小心 尤其是升官 尤其是考试 尤其是事业的拓展 通通都不好 这一点要非常非常注意的 所以有碰到这样的情况 要怎么破解呢 第一个重点 你 你不能 不可能把它什么 挖掉 那不可能挖掉 第一个 一定要保持清香 那最好里面有什么 金竹 跟粗盐 要记住一下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记住一下 这个地方有做厕所 很多很多的人 有这样的困扰 可是他不想的说 奇怪 为什么我都努力在做 为什么事业会打折 为什么明天会努力 为什么升迹是别人 为什么考试 我的孩子考试 就是不是那么顺 为什么呢 原来厕所在这个位置 可是这位置又不是宅文仓位 他一样影响 因为他叫龙气 因为他是龙气被断掉 龙气 龙气就是贵气 龙就影响到宅主 龙就影响到长子 这非常重要的 所以怎么破解呢 第一个 你去买金竹 这个金竹就是那个 一团 然后乳白色的那种金竹 白色的那个金竹 然后再加上什么 第二个加上粗盐 粗盐 再来把它放在厕所 他就会有效的 来做一些破解 就要注意一下 这个非常重要 那但是粗盐会结块 粗盐会结块 怎么办呢 过了这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呢 就要想办法什么 把这个粗盐加热水 然后洗这个金竹 那金竹拿去晒 晒完之后金竹拿回来 粗盐再放一碗 这样的话就可以能够破解 就能够破解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厕所本身来讲 它最重要它本身来讲 它不可以是在床的下面 因为床的下面要小心 床下有这个床下有厕所 那怎么床会下有厕所 因为是讲床的下一层有厕所 所以我们不可以睡在床的 床的下面 当然不能有厕所 也就是厕所的上面不能是床 假如是的话会生怪病 硬气也不好 生怪病 或者是运变差 温啊 它的运 它的运比较差一点 那除了这个这样之外 还有情况是什么 厕所在我的上面 所以床下有厕所 跟床的上方 床上 床的上方 有厕所 都不好的 因为上面在上厕所 也就是说你贴的 看着它上厕所 虽然看不到 可是这个在风水学里面就是不好 所以也影响到我们的运气 对我们的运势 运气不行 当然注意 神明的后方也不可以厕所 我今天我是办公桌 我办公室我是书桌 我的背后也不可以是厕所 所以后靠不可以是厕所 非常重要的 厕所虽然不是洋宅里面非常重要的 但是有没有 它占有一定的一个分量 所以记住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桌子 椅子 我们的办公室 椅子 椅子 我们的桌 我们椅子的后方 我们坐的椅子的后方 不可以是厕所 假如是厕所的话 代表没有贵人 代表会按换小人 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坐的位置 后面不要有楼梯 背后不要有窗 但是厕所也不行 这个我们要非常非常注意的 这个是非常注意的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你说 厕所很重要 还有厕所不可以跟什么呢 跟炉灶相对 这个要注意了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瓦斯的灶 灶其实不可以跟厕所门相对的 这样为什么呢 假如说 炉灶跟厕所 两个相对 久了以后呢 注意 鼻子开始出问题 严重的时候叫鼻子奶 第二个件事情 就是 女生要注意子宫 子宫方面 或者是泌尿系统方面的毛病 因为它是水和火相通 水跟火 所以说炉灶的门 炉灶不可以跟这个相对 就是炉灶的灶门 它的那个瓦斯炉的门 瓦斯炉的灶门 不可以跟这个门相对 对到了 鼻子出问题 子宫泥尿系统出问题 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注意的 这个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 还有 这个 这个厕所本身来讲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厕所到底在我们房子里面 哪个地方不能出现 我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在这几个地方不能出现 厕所 在第一个在这里不能出现 在这里不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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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在这边 这个 这个边不能出现 我现在怎么打圈的地方 就是厕所所在的地方 厕所不可以在这边出现 因为这个出现都是有煞气的 有煞气的 所以就是告诉你说 厕所非常的重要 假如放错了 这糟糕 那厕所要放在哪里呢 厕所要放在哪里 很简单 厕所 厕所一定要放在哪里 比如说这个绝密 厕所一定要放在绝密 厕所一定要放在绝密 厕所一定要放在五鬼方 厕所一定要放在祸害 有许祸害 无鬼 这个祸害 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凶位的话 还包括六煞 包括六煞 这个 就是说 这个四个方位 是厕所可以放的位置 可放 这个要注意的 那不可放呢 那就好的 让生机延年 天衣 扶慰 这个是不可以放的 也不可以放在 这个 这样的好的方位 要 因为什么 我们厕所要压在胸方 代表吉利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我们的朋友 要稍微注意 再讲一次 这个不能放 这个中间不能放 后正后方不能放 这个不能放 还有一个 化问池 化问池 不可以放在前面 因为化问池 假如放在前面会怎样 我告诉你 对我们的事业前途有影响 放在我们的后面 对我们后代有影响 所以化问池 不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就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在设计 假如说 问那个发展商 假如厕所放在这里 那你最好是不要买 比较好 因为它代表一种煞气 前面对我的财官有影响 官位有影响 后面对我的后代 或者我的 就是说 以后后代子孙有影响 所以说 这个就不适合放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注意的 那所有的厕所的门 都可以不能对到房门 这个要注意一下的 这个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包括神明的后面 都不可以是厕所 非常重要的 神位 神明的后方是记什么 记厕所的 非常注意的 那所有的厕所不可以对到 厕所不可对到 不可对到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门 它的那个这个 卧室的门 大门 都不可以对到 假如说你对到了 你就可能会出问题了 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有人讲说 有人讲说 那这个厕所坐的那个马桶啊 它有方向 哦 它不可以直接朝前面啊 那时候前面可能不好 其实厕所的马桶 朝哪里没有关系 因为你上厕所是门是关起来的 所以有人讲究到 哇 这个厕所的马桶还要讲究方向 事实上是不需要的 这不需要的 这个给大家做参考 这个是有关于厕所的部分 这部分 当然 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有问题 好 这个 好 我们再来 所以要请大家 把我分享出去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来帮我这个 这个本身 帮我这个 就是说 分享出去之后 我们希望说 拿大家的名字 来做一个分析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能够了解我们的名字 跟八字的一个吉凶 好 我们现在看了张玉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张 玉 这个瑞 好 我们看一下十一画 这个是十画 这个是十四 我们看一下张一瑞 先生1987年5月14 就是说 基本上 我们看一下它是丁卯 丁卯兔子 乙士 然后 魁害 好 我们看一下 来我们看张 张先生 你要注意一下 你这个八字里面的这个地方 带劫财 这里 这里又四害充 叫做六充 蛇跟猪两个对充 所以基本上 要非常注意 这个会影响到婚姻感情 尤其这个位置是夫妻宫的位置 所以这个婚姻宫位是有破的 还包括什么 你的财会容易漏掉 容易漏财 所以说这个名字本身对你来讲 不理想 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 而且你要小心 因为你是奎命的人 奎命的人 本身具备有挑剔 完美 完美 所以说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说 不要对老婆这么挑剔 婚前一定要睁大眼睛 婚后要睁一点闭一只眼 怎么样互动 体谅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你这个在婚姻感情这一块 还有因为两个对冲 所以代表说 这个婚姻关系 有没有 这方面要加强之外 亲情也非常重要 亲情也非常重要 好 那我们看看 这个张先生 我们看一下你的整个的名字 到底是怎样 我们看看 来 这加强二十一 人格加强 地格加强二十四 加强三十五 所以你的笔画数 根本没有问题 这个笔画数 是非常好的 这个笔画数 都是极的 而且五行画面 都是属于相生的 所以基本上 这个有才格 这不错的 这个名字是不错 很好的 但是有没有 你这个 你这个 锐这个字 就比较不是很理想 因为兔子本来就不能当王 所以说 漏财是正常的 所以你的钱仓漏掉 或者是付出多回报少 牺牲付出 帮老板打江山 帮朋友做了半天 结果 别人有成就 或老板 老板业绩很好 可是 问题是 他没有帮助你 那对的 因为你是付出多回报少 但是 这个是告诉你说 你这个 兔子为王的关系 那兔子里面 也不能有山上的山 因为山上怎样呢 因为山上兔子有危机 所以说 代表你事业上有风险 事业上有风险 这个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这个锐 差了一点点 所以这个锐不是很理想 那这个玉 这个翘脚休息 可以 代表你的人际关系 还不差 还不错 然后这夜晚上 兔子本来叫夜兔 所以晚上 你的婚姻关系 还不差 所以说整体来讲 就是这个锐有问题 还有 你要注意 你这个有劫财 所以说钱很容易流失掉 而且这个 日做劫财的话 钱财借给朋友 或者是投资 你都要谨慎 我建议你 你这个八字 最好走正财 不要走偏财 这个 就是说 money game不要玩 投机的不要玩 赌博的不要玩 你是完全走正财 你就对了 但是有一重点 不要挑剔老婆的毛病 对不对 要怎么样 把家庭做给他 圆满 那就成功了 OK 这个是给你一个建议 好 我们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所以很重要 所以说今天来讲 各位今天讲的时候 你讲事业成功 那你必须要 你家庭必须要很团结和谐 很温暖 所以我常常强调说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孝顺父母亲 我们一定要使家庭圆容圆满 兄弟姐妹要和谐 退一步海阔天空 所以吃亏就是占便宜 对兄弟父母 就应该本身来讲 在亲情上面要非常重视 所以在海外的朋友 记得 偶尔打一通电话回家 去慰问你的父母亲 他会非常高兴的 这个也是一种孝道的表现 OK 好 我们继续看一下 这位是沈年文 沈年文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八话 就是年是六话 文是四话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1978年的 1978年的 就是9月28 所以说说是 属马的 物 这个兴有 葵氏 好 我们沈先生 我们要注意一下 你本身来讲 我们从你这个 这个来讲 因为你的 你的 你本身来讲 你的火本身来讲 是强的 强的 那金也很旺 所以火旺金旺 所以中间 中间缺的什么呢 缺土 所以说你的土 是非常重要的 土 这个土 所以说你的使用 所以说你本身来讲 可以到中部发展 中部发展对你来讲是很好的 假如说你是马来西亚 那就中马 KO那边发展不错 假如说你是台湾 就是中当头 包括苗栗 这样的话 去发展 非常不错的 印度五行里面 那你这个格局中 缺的是木 缺木 木本身来讲 也缺 所以这个木本身来讲 当然就是走设计师 走医药 走这个公教人员 都不错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这个名字本身来讲 就有瑕疵 这个你要注意一下 你要注意 为什么你要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 到底你的名字出了什么状况 我们看一下 你看一下 你这个名字本身来讲 因为你的名字里面 出现是这样子 这个是水 这是火 这是水 好 现在是水跟火相克 所以说你上下接克 然后这边又生出去 所以说你这个 你这个变成说 你的人格 人格这个位置非常的弱 而且不是弱而已 十四话是凶 地格财富也是凶 所以说你这个变成什么 你的钱财上面 财官方面受阻 所以你要注意 还要注意 财官方面 并没有那么顺 所以财官受到挫折 或者阻碍 第二个 这个一定换小人 第三个 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 所以血光意外会出来 那血光意外 在看哪里 你这个十四话就是血光 地格十话就是血光 所以说你要注意 而且你长将手下没有兵将 你能力很强 你因为你是身强 你身强可以认财官 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你的兵将不够 当然所以说你在领导统议方面 你要加强 领导统议加强 这个本身来讲 待兵如待兴 那就对了 所以说 这个要注意一下 而且你这个要注意 在家庭上面要注意 因为地格跟家庭有关系 家庭的凶 家庭本身来讲 这个位置是凶 代表说你的家庭运 并不好 所以在婚姻感情 在子女上面 你要特别小心 这个要注意一下 所以整体来讲 我们要跟你讲一下 你本身的名字 本身不好 你的八字还可以 看起来还蛮顺的 经过你努力 一定能够成功 只不过在名字上面 你要做修正 因为毕竟 笔画素前胸 虽然你的是马 用年用文 都合身孝 所以你这是合身孝学 可是笔画素太胸 你的钱是有 可是钱很容易流失掉 很可惜 这是你要注意的事项 我们接着 我们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朋友 帮我分享出去 希望由于你的 你的分享 你的分享 让更多的朋友 知道 他的名字 跟他的八字 那你也是 对朋友方面 很有益气 因为什么 你也告诉你朋友 这样的直播信息 那我们希望 有公开分享 最多群的朋友 我们送五帝钱 这非常重要的 我们五帝钱 只有送 没有在卖 而且是亲自开光的 亲自开光加持的 所以 我们也告诉你说 这个 五帝钱的秘咒 你挂上去的时候 一定要用这个秘咒 当然效果会加成 非常棒 我们接着 我们再来看 这个 这个 我们刚刚有一个朋友问 这个门外 门外可以 可以种什么植物 是吗 门外可以种什么植物 这个是 这个字很怪 好了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的门外里面 门的外面本身 尽量要注意一下 我再讲一次 门外本身来讲 假如说正是围墙 围墙的话 你不可以种 在围墙旁边 不可以种花 种花 因为要出墙花 就很容易桃花 要注意 叫做出 出墙花 就是桃花 所以门的地方尽量 尽量尽量 尽量不要种 这个花 这个要注意的 那通常来讲 我们的树木 我们的树木 这些 种的植物 都放在哪里 龙边最多 虎边也可以 只不过有没有 龙一定要高 你要记住一下 龙可以高 虎本身来讲 不可以高 不可 不可高 我们讲说 不怕青龙高万丈 只怕白土抬头望 所以虎边 虎边稍微矮一点 没关系 龙边稍微高一点 因为龙代表贵气 所以高没有问题 但是前面 在我们的房子的前面 这个地方 这些要盆栽 这边树不要太高 树高会挡住这个门的门气 所以说 这边 假如说你要种树木 或者是盆栽都没有关系 但是不可以高过这个门 堵到门 那就不好了 就是跟你讲一下 那通常来讲 有三种植物不要 第一个就是柳树 因为柳树是垂头上气的 是不可以种的 第二个叫杜鹑 杜鹑是去血 所以杜鹑花不要 杜鹑不要 第三个有没有 第三个就是什么 桑树 这个桑 桑如同桑 它不适合的 那有的第四个 有的不喜欢荣树 因为荣树 荣树残鬼 人家不要 所以说这 这不可以种的树木 大概我们有三个 像龙伯 这个可以种 这个发财树 可以的 好来我们再看一下 来 再过来就是 怎么样知道房屋的文餐位 那床下有炉灶呢 这个说的好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朋友 非常关心他的洋宅 来 灶 我们的灶 房子的灶 我们的炉火 我们的炉灶的 这个上面 炉灶的上面 是不可以 不可以放什么 不可以放床的 假如说放床 这个在这边烤 热 热气 会 会怎么 会说 对你这个床 久了尤其是女生 女生 假如说 她的炉灶上面 是有床的话 其实不好 因为灶有灶神 这第一个 第二个有没有 久了以后 她的经济可能会比较不顺 就要注意 还有不管男生女生 炉灶在床的下面 那代表 我们讲说 因为炉灶是有烤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容易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 会比较情绪 这个要注意一下 所以说炉灶的上面 不要是床 就要注意一下 还有 怎么样知道 皇屋的文餐位 文餐位 通常因为文 因为我们文餐的宅 我们宅文餐 就是要看你什么样的房子 因为我们知道 房屋有 有这个 八个方位 八个方位 第一个 就是 比如说她是座南的 座南朝北 她的宅文餐 宅文餐坐在东北 座北 这个比较座北朝南 宅的文餐 在 在 这个是南方 第三个 假如说你是座西朝东 我写快一点 座西朝东 所以说你的 宅的文餐位 宅文餐 是在 是在西北 再来 假如坐东 坐东朝西 假如你的屋子 是坐东朝西的 那你的宅的文餐位呢 宅文餐位 就是在西南 第五个 假如说你是坐东北 坐东北朝西南的 那你的文餐位 就在西方 宅文餐 在西方 第六个 假如说你是坐 坐西南 朝东北的 所以你的宅文餐位 是在北方 第七个 假如说你是坐西北 坐西北 朝东南的 坐西北 坐西北朝东南的 那你文餐位 在哪里 文餐位 是在 在东方位置 来文餐位在东 好 再来第八个 坐 坐西 到东南 坐东南 朝西北 所以你的宅文餐位 在西南 好 就是我们一般的 文餐 那要记住一下 这个文餐 宅文餐位 就是 就是 他是主管你的什么 考试 读书 还有 还有 贵人 所以 所以 所以你本身来讲 你孩子 读书老师 出状况 或者是不太喜欢读书 赶快把他找出他的文餐位 在哪里 他立于这个考试 立于读书的地方 那就是宅文餐位 假如说你 假如说家里的人 准备有升官升迁 但是老是有阻碍 那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宅文餐 有没有做厕所 这是非常 要非常小心的 要非常小心的 这个是告诉你说 整个的文餐位 在这边 所以文餐位 是在我们风水里面 占你很大的地位 那万一说文餐位做厕所了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 找出个人的文餐位 来放文餐笔 或者放文餐塔 要记住 这个万一说没有用到的时候 我们的文餐位 我要想要读书 我要想考试 好 那我就要找出个人的文餐位 个人的文餐位 我们就要放文餐笔 台湾的风水师喜欢放文餐笔 文餐笔 那这个 我们香港的风水师喜欢放文餐塔 文餐笔 这个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我们文餐笔 但是要记住一下 文餐笔 一定要开光 一定要开光才可以 只要经过开光的文餐笔 文餐笔就是四枝毛笔 经过开光之后 把它放在你的孩子的个人文餐位 能够增加读书孕 这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当然就是说 文餐里面还有叫玄空文餐位的 也要跟大家做一个参考 这个就是 我们刚工作人员也很辛苦找到 这个就是文餐笔 用四枝毛笔 文餐笔 文餐笔 这四枝毛笔 但是别忘了 这四枝毛笔 假如说你想要更强的话 它旁边还有一个笔令 叫做文餐笔 写下你孩子的名字 把它放在书包里面 让他读书考试顺利 这很重要的 文餐笔放在文餐位 宅文餐可以放 那个人文餐位可以放 这是文餐笔 文餐笔 经过开光 你看它笔头有点珠砂 这是开过光的文餐笔 叫四枝毛笔 一枝是很少的 大部分用四枝 因为四绿文餐位 一百是关心没有错 可是我们讲读书是用四枝毛笔 当然我们讲说 香港的风水是用文餐打好不好 也可以啊 没有问题的 各式各法的 给大家做参考 我们希望你今天得到这个讯息之后 看看你家里的房子的方向 再加上文餐位在哪里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把它文餐就是读书考试贵人的地方 所以非常非常重要 希望每一个这个望子成龙 望里成凤的家长把它记起来 然后就是可以把它设书房 让他读书更棒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OK 你们可以把它拍下来 可以把 给你们讲说可以的话 我不晓得怎么样用 可以把它拍下来 然后可以对照一下 对照一下这个方位 那希望让每一个朋友们 都能够对你们有帮助 OK 我们现在应该都拍完了 希望将 就是说这个文餐位 你能够帮助大家 希望每一个孩子都会读书 因为知识就是力量 读书考试好 那再来就是好学校 那这样的前途就非常好 好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我们继续 我们再来看这个下一位 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詹 詹为爱小姐 来我们看一下 这是詹 詹为爱 这是十六十二 我们加起来 总格是四十一 我们看一下 一九九四年的三月八号 所以说生下属狗的甲虚 甲虚丁卯 丁卯 葵卯 好我们看一下詹 詹为爱 这个詹小姐 你本身来讲 你这个名字本身来讲 就是说 在地格上面 它比较属于不是那么理想 你看一下 因为 因为地格是代表家庭印 地格不可以是二十八化 二十八化是属于胸 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地格假如说 地格假如说是二十八化的话 你要注意 你的钱财比较容易流失 这个 这个位置 要注意家庭方面的关系 所以家庭 家庭的亲情 你会比较 比较弱 所以你要多关心你的家人 要注意 第二个 财比较容易流失 所以你的钱 进来 有可能就不见了 财来财去 这个 第三个 你要注意这二十八化叫做别离数 别离 所以假如别离的话 就告诉你说 你要注意 这个婚姻感情 所以你在交朋友的时候 交异性朋友要非常小心 你今年是二十五岁 就是说 应该很有机会 是选择一个很好的 很美满的很好的一个男朋友 所以婚姻方面 会受到挫折 这个你一定要非常小心 这个位置 要非常注意 然后呢 因为你生肖属狗 狗本来用这个 带骨头肉很好 这个是带骨头肉 这个心肉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代表说 其实 人眼还不差 人眼是好的 所以朋友上面 有贵人住 有助力 但是呢 这个围 这个旁边 这个不好 因为这个是属于鸡 我们讲 这个 因为你是属狗 叫鸡灰狗跳 或者讲 金鸡易潜泪双流 叫做六害 所以说你 你的婚姻关系 你要特别注意 你的 在比划术的婚姻 不是很理想 在生肖学的婚姻 在这边 也不是很理想 所以我们知道了 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 所以说你 交男性朋友 你自己要过力 之后呢 最好在圣交之前 给父母亲或长辈看过 这样子的话 以保万无一失 这个非常重要的 不要太铁齿 因为 但是呢 因为你是属于这个 癸面人 癸面人本身就是 比较挑剔 比较完美 当你看上男生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什么 就是一定要就要 除非真的受伤很深 不然的话就是你很难分掉 所以你要很小心 在下感情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注意小心 所以这个名字对你来讲 有杀散力的 那自己说这个爱呢 上面是 上面是这个高级的洞穴 下面有心肉 这个女士牌 这个都不错 都没有问题 这个爱没有问题 这个围大大有问题 所以 而且这个是你的心态 内心会呈现不稳定 情绪 烦恼 焦躁 这个一定要非常注意的 那加上你本身呢 又比较完美挑剔 喜欢美好的东西 所以说有时候 你是很聪明 但是外表看起来很平静 但是内心 就是说 比较不稳定 所以说你有时候太固执了 这个要注意一下 要 这个要注意一下 而且你看 你这个伏肌功也出现两次 你看 这个是夫功 再出现一个夫功 所以你有出现两个现象 代表说你的婚姻并不太稳定 那你本身来讲 你看 我们把它看见 你的这个位置是你的正观 这个正 在这么严的地方 代表说你的婚姻很严 代表婚姻 就是说因缘很弱 因为他离你 老公正观离你很严 但是别忘了 这个位置 这个是偏财 这个偏财就是爸爸 爸爸离你最近 所以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事情 找你妈妈 找你爸爸 好好谈一谈 他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因为他就是你命中的贵人 OK 这给你参考一下 记得 因为女生的最重要就是婚姻 男怕入错行 你怕嫁错男 所以说我们希望 这个 他 就是说你能够 多听长辈的意见 那这样的话 你就以保万无一失 祝你有一个好的姻言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谢 十七号 我们来谢婉庭 我们看一下这个名字 到底好不好呢 当然我们要谢婉庭 这十一 这十二 这个是谢婉庭小姐 是1999年的2月22号 所以生肖属兔的 吉卯兔 吉卯丙 比米 乙氏 好 我们看一下 来婉庭 请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18 人格 人格是28 地格 地格是23 全部加起来 总共是40化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名字 到底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 来 我们发现这个名字 本身在讲 是不理想的 是不理想的 这个28化 这个是凶 因为这个是别离术 别离 别离术 别离 那这个是凶 我们要注意一下 总格 我再强调一次 人格 人格28化 就是你年轻的你 年轻的你 因为你现在是20岁 刚好是人格 因为人格管45岁以前的运势 46岁以后看总格 这是中年之后的你 结果两个都凶 代表什么是 代表你人身状况 会有很多的阻碍 人身有阻碍 所以说这个名字 对你来讲 是属于负面的 你要非常注意的 非常注意 而且你这个地格 去克 克人格代表什么 代表钱跟你作对 所以你的钱啊 奇怪你的钱都不够用 才来才去 不过你竟然20岁 可能还感觉不出 这个钱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重点就是说 这个名字真的 对你有杀伤力 所以说 你一定要 你要多充实自己 多壮大自己 这个 这个因为 在婚姻感情的选择上面 你要特别注意 在交朋友过程中 你要谨慎选择朋友 尽量选择好的朋友 有帮助的朋友 来破解这个名字的凶项 那你本身来讲 你看 你是属于以命的人 你是以命啊 你是以目命的 因为以命的人 头脑其实不错 反应快 可以做业务 业务方面不错 既有这个策划能力 但是有没有 但是重点是 你只能当 这个什么 领薪水的 上班的 主管 你不能当老板 因为以目是一目 是幕后策划的 那我们看看 就整体来讲 你的八字里面 很明显的 你的筋 是你的喜用神 所以 我们这个 谢小姐 你本身 你要多穿白色的 白色灰白的 金银 这个色彩 对你来讲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你比较聚会是绿色的 比较不喜欢绿色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名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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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子 怕 这条蛇 因为碗 里面有一条蛇 所以说 代表说 你可能会胆怯 遇到什么事 想要投资 想要冲你 不太敢 因为中间有一条蛇 在那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 你看起来 你的婚姻感情都不错 不会隐藏危机 因为蛇在这边 而且这个也告诉你说 你的知心朋友 表面看起来还不错 那事实上 没有助力 在有厉害的时候 他会 这个蛇会吃掉兔子 所以 所以告诉你 有蛇的位置 叫做 吃亏 这要注意吃亏 那你用这个亭 你 这个兔子 用女 这还可以过关 没有问题 那这个亭呢 亭宴是可以的 亭宴其实是可以的 没有什么大问题 不过你要注意 这个亭的人 兔子条 用这个勾起来 通常脚 比较容易 脚 比较容易痠 或者脚 比较容易受伤 这一点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所以说整体来讲 整体来讲 你要注意婚姻 一定要注意婚姻 因为什么 因为你的八字告诉你 你已经有一个三官跑出来了 因为三官见官 唯获百端 包括这里也有个三官 所以斜过八字的人知道 这个你的婚姻有杀伤力 所以说 我希望谢小姐 你在婚姻感情这一块 你一定要多注意一下 一定不要感情用事 一定要理性性选择你的配偶 相信你可以破解这个名字 跟八字上的一个瑕疵 尤其你这个地方 尽量再行客的行 所以你更要 孝顺你的父母亲 更要家庭的 家庭的方面 和乐 所以你一定要用心在家庭 团结和谐 亲情这一块 你要努力 那就对了 来破解它 好不好 OK 所以 请大家帮我分享 我们希望说 我们的朋友 帮我分享 用最多群的 我们就送五地钱 我们用这个 开过光的这个五地钱 加持过的五地钱 送给 这个 分享最多群的 这个朋友 希望 你们的分享 我们就送五地钱 希望能让你招财 又能够化煞 这样子 给大家帮忙 好 那也帮我分享出去一下 我们希望说 我们希望说 这个有更多的朋友 来参加我们的直播 我们把这个 老祖宗的智慧 把它呈现出来 有者改之 无者加冕 也就是说 我们要注意的事项 我们要很小心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颅 这个颅等于 这个颅等于这样的颅 所以它是十六话 来 颅名 颅名为 1981年11月6号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 它是属鸡的 心有 心有物序 物序 物子 好 我们看一下 颅先生 因为你本身来讲 你这个下面是接正财 其实正财好不好 这个是七宫的位置 做正财是很好的 所以说你的一生的钱 其实假如不要赌博 你一生都很有才气的 所以你是很有才气的人 别忘记了 老婆也有助力 所以老婆对你来讲 是有助力的 有助力的 所以说你要疼惜老婆 疼惜 因为这个事非常好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本身来讲 这个地方 这个你整个八字里面 你是欠木的 你的木不够 也就是说欠木就是在五行里面 你就是要用木 所以说也就是说 假如说颅先生你想要找工作 你要找什么样的性质呢 那就是什么 木 木这个东西是代表什么 代表设计师 代表公教人员 做老师 百年素人 公教人员 就政务人员 教育人员 叫做公教人员 那你说家私店 做家私算不算 算 这个木 因为木代表药 所以医药方面 中医西医 药店 东东都是属木 所以说这个木 开古习班 胡教业 都是属木 所以说蛮不错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那你的名字到底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名字到底好不好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卢先生 因为你的那个地格 比较弱 所以说你的兵将比较弱 所以你看 你看你的那个 这个地格 这个当然是凶 所以说你的 你你你强将手下 没有兵将很差 为什么呢 因为你好 你是身强的人 我们知道八字脚 身强的话 可以什么 可以任财官 钱进来我认了 老婆老婆呢 能帮助我 事业我可以赚得到 但是有没有 但是你兵将太弱 我们都知道 员工部署太弱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事情 就是说你的事业 可能做不大 这一点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非常小心 然后你看 记忆要没有 基本上来讲 这个白天跟晚上 其实还好 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白天跟晚上 对记忆来讲 还可以 只是下面这个有点问题 因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 你这个 这个位置是彩衣 代表记忆去彩衣 变凤凰 这有财库 可是呢 这个什么 叫做自行 鸡跟鸡叫做自行 所以说 你要小心 被同事 或者被 跟你这个 有相同性质的一个同行 所打败 或者扯后腿 这个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在事业上有换小人的意思 事业上 事业上换小人 为什么是换小人呢 因为这个是属鸡 鸡跟鸡叫做自行 自己行客 所以说 你在工作上 这个要广结善言 尽量要稍微注意 尽量避免 不要避免 尽量避开得罪朋友 所以说 就有时候 有时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的讲话态度 或者是你其他方面的 专业技术方面 是不是到达这种水平 那这样的话 你就能够逢凶化吉 因为你这个总格加起来呢 是三十八化 总格三十八化代表什么 代表你得名 但是不得力 所以说老板夸奖你 认为你不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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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或者是你的顾客 都夸奖你不错 你有得到名声 可是实质的财 比较不够 所以你的名字里面 比较缺钱 或者缺那个实质的 比较大的利益 所以说你要 你还要再加强你的这个 你的专业方面的知识 你还要广结善言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那你这个地方 你这样缺了一个偏财 所以说代表说 你跟你父亲的缘分不是很深 所以希望 你有时候打打电话 跟你父亲 多讲话 有时候去吃个早餐 或者过年过节 都关心他 打个电话 这样来破解你先天上没有偏财 没有偏财的 就没有问题了 好 OK 这给你参考一下 这个我们查掉 好 那我跟大家介绍我一个文品 这个我介绍一个文品 这个是 这个是民国98年 大概是2000年的时候 你看一下这个 是教育部 聘我为这个 这个是属于金师奖 金师奖 这个 这是我的文品 给大家看一下 OK 好 还有一个 给大家稍微再介绍一下 就是我参加中国的 2013年的六国 义金峰会 这个 这个 高级 这个是 这个 义金峰会的 高级的这个 命理师 你看一下 这边 这是 国际性的一个奖 OK 好 这是给大家做一个 这个 参考一下 当然 我有自己 就是我自己 是那个 佛光大学的 未来所的硕士 我出本的书就是这个 这本书 中国 中国传统风水 以未来性的发展 这个 假如说你 你的孩子在台湾有 读这个 硕士博士的 你可以免会到 教育网站 台湾的教育网站 硕博士论文 里面就有 我的一个论文 这是我写 国方 写那个 中国传统风水 以这个 建筑景观为例 这样的一个 这个 这个是我的硕士论文 给你参考一下 这个博士 教授签名的 好 这个 我们再来 那再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新朋友 谢秀梅小姐 我们看一下 我希望我们的朋友 都能够批算得到 但是因为时间 毕竟有限 就是 我们尽量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看一下 这是1975年的4月19日 这个 谢秀梅 谢小姐 我们看 这个是姨卯 庚臣 这个是姨卫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谢小姐 你本身来讲 这个 这个 因为你是属于兔子 兔子 喜欢这个秀 这个秀 意思是一把五骨 再一把五骨 所以说这个是五骨 是很好的 所以说这个字 跟你的 人际关系 不错的 所以人际关系 好不好 OK的 婚姻呢 也不错 就是说 从你生肖学来讲 人际关系跟婚姻 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这个妹呢 这个妹本身来讲 就是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妹 这个妹其实本身来讲 就是说 这个地方 眉毛的眉 这个都是属于洞穴 这个是女生 其实这个 有人讲说是蛇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还是稍微注意 因为它含蛇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代表什么事呢 代表说 这个地方 还是要注意女生的妇科 妇女病 还有一个 在工作 有利益的时候 别忘了 要小心 也就是说 当你 飞龙在天的时候 别忘记了 你有可能 超租过头 在意心学学 抗龙有悔 所以要注意一下 所以说 这个要居高思维 在事业上居高思维 所以说 这个大体上是可以的 不过因为 名字 名字的笔画数 是凶迷 你看一下 天格 天格18 人格24 地格19 就换一下 换一下 地格19 这个凶数 然后总格加起来 总格加起来 是36化 也是属于凶数 所以我们姓名学里面 要注意 总格是 每件事最重要的结果 最重要的位置 所以说 所以它讲凶的话 包括我们今天去商业谈判 我重要的考试 我最后的结果 都可能产生变数 因为总格的凶 这个36化 也会对婚姻感情有杀伤力 它也是血光 所以要注意一下 这个36化是血光 也是代表什么 也代表婚姻方面的变数 所以婚姻上面 一定要注意 婚姻方面会有困扰 感情方面有困扰 另外就是说 这个36就是最后的结果 不好 年纪的时候 年纪大的时候会受影响 最后结果 所以我们希望总格不要凶 因为这是成果 开始过程 最后结果就是看总格 这个是凶的话 这要注意 地格的凶 代表你的财库有破掉 所以说 我们的秀妹 这个要注意 你的财库本身是破的 你环事都要 你环事都要亲力亲为 要靠你自己努力的 这个要亲力亲为的没办法 这个 所以说你在员工部署这一块 这个你要加强 因为什么 你虽然 你虽然可以 可以 就是说 可以做独立 可是呢 你的兵将太弱 你的员工太弱 对你来讲并不是很好 那你是以命的人 你记住一下 你是以命 因为以命的人 是本身来讲 头脑不错 适合策划的工作 但是重点就是说 重点就是说 你本身来讲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萤木比较容易疲劳 要注意一下 你有两个 你有两个这个 两个财库 代表说 其实你理财不错 所以结婚之后 你掌管钱财 其实是好的 没有问题 而且老公在这边 这个是你的正观 所以说像 在你八字来讲 你的婚姻上面 基本上没有问题 不过你的名字 在家庭上真的有问题 所以说这个名字 有凶的话 我们就要 在家庭上面 就要特别注意 用我们的后天的 后天的努力 后天的这个 家庭团结和谐 端家里的亲情 来破解名字的一个凶相 这个是给你参考的 所以请大家跟我分享 我们分享情 最多的朋友 我们会送他这个五地钱 公开分享 最多的我们会给 送五地钱 这个很重要的 好 我们再来看 我们的五地钱就是这个 五地钱 就是说 我们希望说你本身来讲 公开分享最多的 这个我们就送你五地钱 这个五地钱 现在目前没有开光 我们一定会开光 加持之后 给我一点时间 然后我就包邮寄给你 希望我们的好朋友 分享最多的 我们送出去 那假如说你分享了 这个刚好 这个组都一样的 那我们说没关系 我们都会加送 就五地钱 希望你拿到五地钱 能够招财 开印招财化煞 这是非常好的五地钱 这是从台湾来的 所以三千五百公里来的 一个五地钱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陈先生 陈十六话 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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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 这个是 2001年10月11号 我们要注意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他是 心事 心事 物序 定位 好 我们看一下 来看一下这个 好 我们看一下陈月 二十五话 加起来 加起来 加起来是 四十一话 总格四十一 这外格 十四话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名字 本身来讲 先看一下 这个是属于凶数 人格的凶 我跟他讲 人格的凶是 中年之前的凶 这个二十八话本来就是换小人 第一个他换小人 第二个要注意婚姻感情的挫败 婚姻 第三个要注意亲情 跟家里的关系的亲情会比较淡薄 亲情不好 而且这个地方 外格这个地方 外格这个 这个 外格十四话 这个是属于凶数 所以要小心 交损友 然后脾气不是很好 因为外格跟个性有关系 所以说要注意情绪脾气方面的管控 所以EQ方面可能有问题 所以说造成有没有 造成情绪失控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 而且一定会交到损友 因为外格跟人格的则划都要很小心 因为你今年是十八岁 十八岁 所以十八岁的话 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考试不太顺畅 为什么考试不太顺畅 因为外格的凶跟人格的凶 他就决定了一个文昌的作用 所以说这个读书真的要加油 然后你换小人交损友 这个就影响到你的功课 所以说这个可能沉迷在电玩 沉迷在功课以外的东西的地方 所以说他会很倒霉的 所以说这个名字本身来讲 第一个要听父母的话 因为你八字的贵人就是父母亲 你看一下 你看你这里都是什么 你看你这里是三观 三观 十神 我们都知道十三太多的人 本身来讲不能管控 因为三观是破坏正观 正观就是读书 所以糟糕 读书考试真的要用心 这个读书不行的 不行 这个要特别小心 而且这里又带劫财 所以他命局中跟父亲的眼淡薄 然后妈妈也管不了他 所以丁火命的人本身就是什么 就是说都以先入为主的观念 就是自以为是 所以说但是他的凶心 常常他误判行事 所以说这个丁 丁的人要注意一下 就是他去替朋友牺牲 朋友方面会浪费他时间 可是他觉得朋友很好 这个是在命格里面 第一件事情他一定要把家里的关系弄好 然后这个脾气一定要收敛 然后要注意一下 这个因为有凶相 教朋友要小心 出外方面不要去冒险 因为有雪光意外等的等着他 所以这个有时候闲事莫管 管别人的到最后变成自己的事情 就很可惜 所以他有官非在里面 所以要非常注意 所以这个名字本身是一个凶名 所以说这个八字本身来讲 也出现这个读书上不行 还有要好好的管控 尤其是在感情上面也会有伤到 所以说不要太早恋爱 专注读书就对了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我们希望说有更多的朋友 来参加我们的直播 希望你的朋友也进来 让我批算你的姓名 他的姓名 希望他的姓名跟八字 来给他一个建议 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是谢小姐 我们看一下谢 谢慧 这个谢慧慧 这个名字看起来不错 都是改过的 我们看一下这八字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一 是丙子丙子丙生 丙生更成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谢小姐你要注意一下 你本身来讲 因为你是属于这个是年夜日 你这个庚层是葵甘 所以你本身来讲 因为你是葵甘日出生的 葵甘日本身来讲 是出生的 不要尽量不要吃牛肉 狗肉 包括汤不能喝 这会影响到你的身体跟你的婚姻 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你带葵甘 那葵甘的人 个性上也会比较强一点 尤其是庚日主的人 庚就是很正直 你不喜欢占你便宜 那也不需要别人占你便宜 你是很正直 所以讲话有时候太直 要稍微注意一下 而且你这个八字里面的水 生子层 这个水非常的旺 水旺 那这个火呢 火没有根 火是什么呢 火是你的七杀 七杀其实就是老公 你本来有出现两个老公 但是问题是什么 因为没有根 所以说不会有结果 所以说你讲感情 失恋 那是正常的 或者是晚一点恋爱 对你来讲都很好 这不是好事情 所以说要注意 婚姻上面要小心 因为你性水旺的话 对婚姻感情并不是那么顺 尤其水旺代表你的十三 十神跟三观 十神跟三观重的女生 在婚姻这一块不好 在人际关系上面是不错 可是婚姻这一块 你一定要务必小心 务必小心 那我们看一下你的笔画素 因为你取这个 这个名字都不错 我是觉得这个名字本身在讲 不管是他的 他的笔画 他的五行 其实都很好 所以说加起来没有看到凶数 没有看到凶数 天格地格人格外格总格都不错 但是自己说生肖可能差一点点 生肖稍微差一点点 比如说老鼠 老鼠其实不喜欢吃肉的 老鼠喜欢吃五骨的 他就差在这一点 所以你的事业是有 可是付出多回报比较少一点 所以说回报 回报比较少 不过没有关系 他并不是雪光意外这种凶项 所以说这个 只是告诉你说 你本身在讲 在这个对朋友方面帮助 或者对这个事业上的努力 那回报少一点点 但是这没有关系的 但是我们怕你的婚姻感情出状况而已 所以希望名字还好 但是八字不行的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说你要多做善事 这样这个比较弱的话 一定要记住 多孝顺父母亲 多行善积德 来破解这个八字所形成的一个凶项 因为八字是不能改的 我们可以靠后代的 行善积德 孝顺父母来破解 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再来看 这位谷小姐 谷美琳 我们看一下 这个谷美琳 谷小姐的五号十三 我们看一下 它是1976年6月5号 也就是说是秉承 秉承奎式 奎式物质 我们看一下 这个 这个我们看一下 谷美琳谷小姐 因为你本身来讲 你生肖属龙的 龙的用这个水 龙见水是很好的 代表你的人际关系是不错的 人际关系良好 有贵人帮忙 因为水代表老鼠是三合 生子成三合良好 但是这个美不太好 因为这个美 这个美本身是羊 羊跟龙叫做富天罗帝王冲 富天罗帝王冲 富天罗帝王冲 多龙人 这个家庭方面 一定要多重视 最好用你的关爱 关心来化解这个名字的一个凶相 那龙呢 龙喜欢这个林的 龙喜欢令的 这个王 玉字盘 所以说这个令很好 所以说财官不错 财官是很好的 家的 那整体来讲到底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还要考虑到笔画术 所以说你的生肖学稍微有点小瑕疵 但是这个是影响到的是婚姻 所以要注意 那我们看一下你的 这个数是怎样 这个天格地格人格总格 加起来以后 我们发现说 你这个名字里面 到最后结果 并不是很理想 因为我再强调一句 这个总格是最后的结果 假如说结婚结到最后结果 结到最后结果不好 因为28话就是别离数 别离 就是分离的意思 别离数 不是很理想 也是代表晚年不是很顺 所以老运 老运方面的话要小心 老运方面是不利的 所以说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生意谈判 重要的考试 或者跟他合作 好的开始过程不错 但最后结果竟然不好 所以说这个总格胸 是不能 是要小心的 会翻盘的 这个要注意一下 那这个 你的为孩子牺牲 因为都很明显的 这个地格克人格 所以说 你这个是属于贤妻良母 为孩子牺牲付出 那你本身来讲 你是很重信用的人 因为物土命的土 是代表信用 所以说物土的人 本身来讲 他是很讲信用的 然后很有才华 很有包容力的 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 OK OK 我们再来 这个是告诉你说 这样子的 比划数的话 这个数是告诉你要 很小心就对了 所以说 在交朋友上面 要稍微注意一下 尤其是婚姻关系要加强 那最后的结果不是很理想 就要小心 要注意一下 所以说 跟大家做一个 这个 这样的一个 分享 希望说 我们这个 我们的朋友 在 就是说 我们有更多的朋友 能够分享出去 那 今天因为 时间的关系 也到 也到这个 告一段落了 希望我们这个 帮我分享 最多群的朋友 我们会 会通知你 我们会登记起来 然后呢 就是说 会 包容给你 OK 好 今天 很感谢大家的 这个收看 谢谢大家 祝大家 顺利成功 心想事成 明天 好 明天